海面上風勢強勁 一波波海浪不斷湧上來 激起白色浪花 劇烈風浪 讓船身劇烈搖晃 這間船隻後方還拉著一條線 牽著一艘帆船在海上航行 因為這艘帆船 因為船舵斷裂 已經在海上漂流一天 場面十分驚險 10號上午 一艘載運八男二女的帆船 參加為期四天的帆船賽 從台中港出發 準備航行到澎湖馬宮 結果船舵卻發生斷裂意外 失去動力 帆船就漂流在陸港西方30里處 台中海巡隊在下午3點多 接獲主辦單位通報後 隨即前往救援 確認船上10名民眾都是安全狀態 隨後海巡艇抵達現場 但因為現場海向惡劣 考量船身搖晃程度及顯高落差 不令人員接駁 於是在旁持續介護 而澎湖海巡接獲通報後 也陸續在11號凌晨及早上 抵達現場支援 本隊在10日21時接獲通報 現場已有台中海巡隊 135艇借護中 請求正派船艇前往協除 脫掉船的部分 也已經在早上10點50分的時候 跟我們的這個事故的船艇的部分 已經會合 那目前已經寄來脫掉 那預計在晚上的時候 可以回到馬宮 主辦單位表示 船隻主要是尾舵出現受損 研判是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風浪強勁才會導致故障 也因為風浪過大救援不易 這回原本刺激比賽卻演變成海上驚魂 恐怕也讓船上民眾嚇出一身冷汗 TB新聞 陳正陽綺 澎湖採訪報導 訪問